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我们很渴望可以天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 但是回头看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好像都难免有的一段时间就走出神的爱和恩典了 那么我们是在哪里走出去的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那个走出去的那个关键点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有一些现象提醒我们要注意了 好像在我的人生里面晒一盏黄灯提醒我们 小心咯 中间有一个状况就是 我开始不喜欢读圣经了 我开始把圣经本来都是每天找时间读圣经的 后来圣经越来越来就放到里书桌越来越远 然后后来就放到书架上 当我们开始有这些现象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 我们彼此被警惕 而当我离上帝的祝福越来越远的时候 上帝用什么的方式来把我带回到他的恩典里面 很多人都在讲说 上帝如果爱我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 上帝如果爱我为什么会让我受苦 上帝如果爱我为什么允许那些人这样欺负我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还是说我不能说每一次我遇到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上帝管教我 但是当我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在我抱怨的同时 我要不要先回来反省我自己说 上帝允许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是不是要叫我回到神的祝福里啊 至少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 许多的时候圣经里有一卷书叫《试诗记》 之前我们也逐句逐章的来分享《试诗记》 在《试诗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状况 就是每一次他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 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 走得越来越离谱的时候 神总是用一个方法想要把他们叫回来 那个方法就叫做苦难 神允许有一些敌人 有一些外族的人欺负他们 而那个欺负他们 上帝为什么允许他所拣选的人被外邦欺负 因为神要做一件事 透过那个被欺负 使他们回到上帝的祝福 承认我不行 我很软弱 主啊救我 而每一次他们呼求神的时候 神总是伸手把他们带回来 神兴起一个拯救者 就是所谓的试诗 把他们带回来 在《试诗记》里面 至少有六次大的循环 就是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神使他们遇到一些难处 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 神不断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神透过难处挽回人 我读给你听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 磨难他们 那些磨难是为着什么呢 使他们在遭难的时候 哀求你 你就从天上垂听 兴起一个拯救者把他们带回来 关键在神是要把他们带回来 求主神恩待我们 如果你也正在一个难处当中 神不是不听你的祷告 神不是没有能力把你带回到 神的祝福当中 神不是没有能力保护你 不遭受这些苦难 但是神允许这些事发生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为问主说 主啊 你是不是透过这些 在对我说什么啊 是不是告诉我说 我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了 回到神的祝福当中 这是神允许苦难 临到我们的原因之一 神允许苦难